美国对华商品新一轮加征关税清单正等候总统特朗普专题发落 作为全球最大的鞋类生产和出口国 中国制鞋业随时成为下一轮关税战的模型 不少欧美客户担心未来受到冲击 已纷纷从中国撤单 为名牌代工的台资厂昌建鞋业董事长童水顺 最近收到不少客户警告 因避免受关税所累 已下令一定要离开中国工厂 客户订单率先进入逃亡模式 同旗下东莞厂的产能只剩一成 贸易风暴未至 已提前为内地鞋厂掀起毁灭性冲击 三 000多亿美元真打的话 全世界都震荡了 搞不好连股票都会崩盘崩溃 还未等记者发问 铜水顺移抢先大深对贸易战的忧虑 美国去年分别向500亿美元及2 000亿美元中国进口货征收25%关税 公示超出中国预期 今年5月 美国落实在对于下三 000亿美元商品追加重税 几乎所有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货品都受影响 服装 鞋类 玩具无疑幸免 实施日期未定 美方一直放封G20特席会后才会有定案 躲过了初一 躲不过15 一直不在美国关税闸刀下的中国制邪业 还是要被瞄准在新一轮清单上 如果3 000亿真的实施 这是全世界的灾难 不是只有我们这行业的灾难 大途苦水的昌建鞋业董事长铜水顺被内媒形容称起东莞制造业半边天的台商之一 见证东莞代工业30年兴衰 上世纪80年代在后街镇设厂 鞋厂主要为国际名牌代工 目前客户有Rash Puppies Kenneth Co Zara等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鞋类生产和出口国 昌建最风光时 东莞厂区内的三状厂房日夜生产 街单街道手软 以致要在湖南诸州增设厂房 厂区里层车水马龙 人们街种比肩 一到上下班时间 街道便会十分拥挤 随着中国生产成本飙升及未可知的贸易战等因素影响 中国全国鞋产量及出口量逐年萎缩 全国鞋产量由2014年年产量155亿兑 减至去年的接近130亿兑 铜水顺称 东莞因代工制造业衰退 海外订单减少 2014年开始 昌建的出口订单年均下降4 9% 订单不足 加上美国关税等隐忧 令生意雪上加霜 欧美客户最近向他发出警告 已没有订单 铜称 随着美国发表新一轮关税预告 客户表明要减少对中国工厂的依赖 下令一定要离开中国工厂 尤其每双成本20美元以上的高单价鞋款 如果成本20元美元以上的鞋子 25% 关税每双要收5元关税 那不得了 外贸订单减少 铜水顺也有过强踢 他将研发工作根流中国 部分生产线移至东南亚 将目光放在内销这块饼上 铜水顺表示 按统计中国美人平均拥有2 5-2 8双鞋 美国人则为6-10双 如果我们的每个人的消费量 可以提高到6双 那不得了 我们也不管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对于新一轮关税是否会落实 铜认为 问题 以攸关世界领导权 他认为中美贸易战实际上 是特朗普及习近平 专题 之间权力的游戏 谈一谈 打一打 合一合 也许有机会对话发生 发生之后搞不好一个月 或者是四天解决 变成这个不是主打 这个叫做假打 对于经营事业 同说 是有很多挑战 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走下去 很多事业在经营 也不是一时之间 而是看长远 请不吝点赞订阅